在四部福音书中 所记载耶稣行事与施洗约翰行事之间的关系 作者保罗崇 你们必识指导和信仰施洗约翰的行事 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子二节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正如先知书上记者说 看哪我要拆迁我的实则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施洗约翰预备走的道路 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说 看哪我要拆迁我的实则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我的信头朋友们 只有当你们抛弃自己预想的观念 根治神的道的指导圣从圣经时 你们才会发现神的义 所以当你们阅读神的道时 你们必是在抛弃自己思想和肉体上的情欲之后来阅读 只有那时你们才能认识和信仰神希望实现的旨意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今天的经文 当你们抛弃自己肉体上的思想 按照神的指导圣从神的道时 你们才能正确理解施洗约翰行事和耶稣的行事 神在耶稣之前拆来的实则正是施洗约翰 神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字十一节中说 他将为你我拆来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为什么必是在耶稣基督出世之前 早六个月被拆遣到世上 原因是约翰要在世上完成旧约中大祭司的职责 另一个原因他要把人类的罪孽 涨嫁到耶稣基督神的羔羊身上 这位旧约中大祭司亚伦的后代 施洗约翰被拆遣是为了遵循神的旨意 承担他家族里祭司的职位 在耶稣被童女玛利亚怀孕六个月之前 施洗约翰按照神的旨意 在大祭司亚伦的后代以利沙伯的子宫里怀孕 这是为了神的义 把人类的罪孽涨嫁到耶稣基督身上 路加福音把施洗约翰介绍成 亚比亚班里一名大祭司撒加利亚的儿子 这意味着施洗约翰的父 撒加利亚出生在亚比亚的班里 亚比亚是大祭司亚伦的生子 这里亚比亚班指他的后代 换句话说他指大祭司亚伦的后代 当亚伦的后代人口增加时 大魏王为他们的祭司职位制定了一项轮流盛世 亚伦的后代依次做献祭 亚伦的儿子他们都处于大祭司的家族 轮流在各自的班里做大祭司十五天 亚伦的后代作为以色列百姓的祭司 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有先作为大祭司 有先作为普通的祭司 那是因为神已经把特权和侍奉的福气 只赐给亚伦的后代 正值见证历代记上 二十四章一子十九节 这里让我们回到这段经文 亚伦子僧的班次记在下面 亚伦的儿子是拿塔 亚比户 以利亚撒 以他玛 拿塔 亚比户死在他们父亲之先 没有留下儿子 故此 以利亚撒 以他玛共祭司的职份 以利亚撒的子生 撒多和以他玛的子生亚西米勒 同着大卫将他们的走地生分成班次 以利亚撒子生中为首的比以他玛子生中为首的更多 分班柔下 以利亚撒的子生中有十六个族长 以他玛的子生中有八个族长 都至千分立 彼此一样 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 有以利亚撒的子孙 也有以他玛的子孙 作书记的利亚仁拿塔叶的儿子士玛雅 在王和首领 与祭司撒多 亚比亚他儿子亚西米勒 并祭司利亚仁的族长面前 记录他们的名字 在以利亚撒的子生中取一族 在以他玛的子生中取一族 拒签的时候 第一拒出来的是耶和亚利 第二是耶大雅 第三是哈林 第四是郡林 第五是玛基亚 第六是米亚明 第七是哈哥斯 第八是亚比亚 第九是耶稣亚 第十是斯加尼 第十一是以利亚石 第十二是亚经 第十三是福巴 第十四是耶稣比亚 第十五是毕加 第十六是阴脉 第十七是西西 第十八是哈皮西 第十九是皮他西亚 第二十是以西解 第二十一是亚经 第二十二是加墨 第二十三是地来亚 第二十四是马西亚 这就是他们的班次 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借他们走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 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 让我们再回到以色列百姓向神做一年一斗献祭的熟罪节 这是立位纪十六章二十九自三十四节描写的景象 每逢七月初十日 你们要刻苦己心 无论是本地人 使祭之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什么功都不可以做 这要做你们荣远的定力 应在这日要为你们守罪 使你们解禁 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解禁 透尽一切的罪行 这欲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欲 要刻苦己心 这为荣远的定力 那树高 皆是他父亲承接圣旨的祭司 要穿上戏马布的圣衣 行守罪之礼 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墓与坛 行守罪之礼 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守罪 这要做你们荣远的定力 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 要一年一次为他们守罪 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奉附母席的行了 这里你们必须认识 神把大祭司的事物 永远委托给了亚伦的后代 亚伦的后代履行大祭司的职责 使神永远不变的定力 为了守旧以色列的百姓 神教大祭司在每年的7月10日 做守罪祭 旧约时代过后 新约时代开始 施洗约翰出生在大祭司亚伦的家里 他为耶稣基督施洗 把人类的所有罪念斩驾到他身上 换句话说 施洗约翰的任务 是履行旧日中 最后一位大祭司的职责 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子二节 将施洗约翰的行事 洛家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写道 当犹太王西律的时候 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 名叫撒加利亚 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 名叫以利莎伯 这段经文提到 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莎伯 都是亚伦的后代 我们是要在这里认识 以及在这个故事中相信的是 施洗约翰的行事 就是死和圣灵福音的奥秘 施洗约翰从撒加利亚和以利莎伯出生 这两个人都属于亚伦的家族 就这种最早的大祭司 神安排施洗约翰从撒加利亚 及其妻子以利莎伯出生 使约翰能够首先在世上继承大祭司的职位 作为给耶稣施洗的人类代表 施洗约翰为的是旅行 旧约时代最后一位大祭司的职责 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见的守旧天意 在他天意里面所见神意的立约 及他快乐的工作 施洗约翰是根据在耶稣基督里面 守旧的天意兴起的神的仆人 换句话说 施洗约翰出生在亚伦的家族里 在世上履行最后一位大祭司的职责 是遵循了神的旨意 施洗约翰出生在大祭司的家族里 做了全人类的大祭司 这里我们更加详细的检查他的任务 是要明确的理解 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正确的信仰 把我们从世人所有罪孽中拯救出来的 耶稣基督的形式 虽然我们常常把耶稣 视为人类的救世主 但在说到旧约马拉基书提到的 未来的以利亚时 我们实际上觉得无关紧要 为了使每位基督徒 在默狱里理解施洗约翰形式 为什么如此重要 我们是要再次回到神的道 我们是要重新思考 施洗约翰的形式 与耶稣的形式之间的关系 如果施洗约翰的形式 与耶稣的形式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 再对施洗约翰的形式感兴趣了 但我们有理由对施洗约翰感兴趣 那是因为他的形式 确实与耶稣的形式 具有密切的关系 这在今天尤其正确 因为多数的基督徒心里 还没有完全从罪孽中得喜 因为全世界的基督徒 确实是要回到 Jesse和圣灵福音而来的 耶稣基督那里去 关于施洗约翰的形式 和耶稣的形式 我们知道和相信 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原因是必不可缺的 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理解 耶稣为什么在接受 约翰的施洗后 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 施洗约翰是几乎在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被拆遣的同时 被父神拆遣到世上的使者 这位旧约时代最后一位大祭司 约翰为耶稣施洗完成了他的行事 所以神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说 正如先知书上记着说 看呐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在你的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在这里应该认识到 新约中四部福音书的作者 在试授耶稣基督之前 都首先强调施洗约翰的行事 耶稣的门头马可 首先介绍施洗约翰的行事 约翰把世人的罪孽 涨嫁到耶稣身上 那是因为马可知道了 施洗约翰必施为耶稣施洗 把世人所有罪孽 涨嫁到耶稣身上 因为施洗约翰正是通过洗礼 把人类的罪孽 涨嫁到耶稣身上的那个人 马可引用了旧约的经文说 施洗约翰是神根治自己的天意 预备的仆人 原因是 只有当我们大家都正确的懂了 施洗约翰的行事 我们才能正确的理解和信仰耶稣的行事 施洗约翰是在耶稣之前六个月 被差遣到世上的 父神的使者 换句话说 他是神的大使 被差来把世人的罪孽 施洗约翰是神 从旧约大祭司中拣选出来的 他作为神的仆人为耶稣施洗 把世人所有的罪孽斩驾到耶稣身上 从而履行了他的祭司职责 因此他的行事是有福的 他是神的仆人 他在实现神周般的义中 起重要的作用 施洗约翰是有福的人 他和耶稣共同实现了神周般的义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 换句话说 他是神的仆人 明确的告诉我们 耶稣成了一切罪人的救世主 因此我们务必注意 《四部福音书》的所有作者 都在耶稣行事之前 介绍了施洗约翰的行事 我们大家都在了解耶稣的行事之前 都必是首先认识施洗约翰行事的重要性 无论在首灵上还是实际上 施洗约翰都是从天国拆遣下来的 神的大使 施洗约翰甚从神的旨意 从天国下来 我们通过他才能正确的理解 耶稣基督的行事 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了施洗约翰的行事 那么我们也容易理解耶稣 结束施洗约翰的洗礼 一次性担当人类的罪孽 成为我们的救世主 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的四部福音书 都写到了神的仆人 施洗约翰的行事 为什么神在新约时代之初 拆遣耶稣之前 拆来施洗约翰 亚伦的后代呢? 他向我们表明 就像旧约时代 在替罪羊头上按手 把以色列百姓一年来所犯的罪孽 通过按手斩驾到替罪羊头上的大祭司亚伦一样 施洗约翰正在新约时代 把世人所有罪孽一次性斩驾到耶稣身上的人 立位记十六章二十一节说 亚伦两手按在羊的头上 承认以色列人 诸般的罪孽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行 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借着首派自人的手送到旷野去 在新约里 这段经文的对应事件 使施洗约翰的行事 耶稣的洗礼表明了这次行事的重要性 让我们使用一个通俗的例子解释这一点 假设某个年轻人参军 经历了各种培训 起初他不是好士兵 但后来是 同样 耶稣不是从出生的那一刻 就涨嫁了人类的罪孽 而是 他在三十岁时 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 所以他成了真旧主 所以 因为耶稣肩负了世人的罪孽 他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他们守罪 旧约的献祭生 通过大祭司的手 一次性担当了以色列百姓 一年来所犯的罪孽 做了守罪生 同样 施洗约翰 为叫做耶稣基督 神的羔羊的献祭生 施洗 完成了把世人罪孽 涨嫁到他身上的 重要任务 关于这个真理 西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说 律法祭祀将来美式的影儿 不是本物的真相 总不能借着每年 产献一样的祭物 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圣经还在以色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说 有人声喊着说 在旷野日被耶和华的漏 在沙漠修凭我们神的道 父神说他通过施洗约翰把世人所有罪孽 一次性斩驾到他儿子耶稣身上 这世上在各项罪孽都通过施洗约翰的洗礼 斩驾到耶稣身上了 耶稣在被盯之前 已经通过施洗约翰的洗礼 肩负世人的罪孽 因此新约在四部福音书的开头 先在耶稣的行事之前 介绍施洗约翰的行事 正如旧约所说 施洗约翰是神的使者 但今天显然有一种痴事 福音传播者忽视了施洗约翰及其行事 这在灵性上是极其妙误 极其严重的问题 这类似于忽视神的智慧及其计划 赐给全人类冗生 但是你们必须认识到 只有完全理解和信仰施洗约翰的行事 你们才会认识到耶稣基督 确实就是人类真正的救世主 如果你们全教却没有这样的认识 没有这样的智慧和信仰 你们绝不能正确地禅教 你们只能做世俗的宗教家 举全播表面的东西 遗漏洗和圣灵福音的核心内容 不会向会众全数施洗约翰的任务 没有哪位全教士能把他们引领到 借洗和圣灵的福音而来的耶稣基督那里 而只不过是空洞的说教而已 因此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承认信仰耶稣 实际上他们过的信仰生活 完全没有认识到 洗和圣灵福音的奥秘 所以他们即使信仰耶稣为救世主 他们的罪孽也不会消失 他们仍然要受到荣软的走咒 这些人的信仰是无用的 他们假想能够带来冗生 却实际上把基督教堕露成一种 纯世俗的宗教 结果今天使徒人尽管承认信仰耶稣 却仍然有罪 对于这些人来说 每个人无论信仰耶稣与否 都是罪人 既然世人和基督徒在灵性上 死终有罪 他们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 只是母先罪人知道他们的罪孽 而另外一些人不知道罢了 只要他们都作为罪人生活 他们都是一样的 那么什么是信仰耶稣的要旨呢? 如果你们不知道 谁和圣灵的福音 不信谁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你们与其他 不知道耶稣基督所成就的 神的义的人 没有什么区别 你们现在信仰谁和圣灵的福音吗? 对于现在相信耶稣基督 为他们救世主 他借谁和圣灵的福音而来的人来说 他们是罪人还是义人呢? 今天的福音全教士说 任何人只要盲目的信仰耶稣 就能上天 即使不知道谁和圣灵福音 结果无数的人仍然是罪人 这是因为他们在灵性上是盲目的领导 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悔改 今天的基督徒不知道谁和圣灵的福音 怎能说他们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呢? 耶稣在圣经中亲自见证施洗约翰说 施洗约翰针着义的漏而来 既然如此 人只说他无条件的信仰耶稣 能真正得喜他的罪念吗? 不知道施洗约翰醒世的哪位牧师 能真正说他知道和正确信仰了耶稣呢? 不能 当然不能 所以我们必须明确的理解施洗约翰的形式 以及耶稣的形式 马太福音21章32节说 因为约翰针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却不信他 塞离和昌记倒信他 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今天基督教只是夸口其悠久的历史 既然今天的基督教领袖实际上 并不知道耶稣的形式 以及相关的施洗约翰的形式 即使他们努力全福音 那些被他们全受福音的人 也不能结出得救的正果 看到大多数的基督徒 不知道他们罪念已经全部被脱抹 真是令人心碎 正如经上所说 我的名因无知而灭亡 你弃掉知识 我也必弃掉你 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 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 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何希阿书第四章第六节 让我们在这里为大家讲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 有两位兄弟目不失钉 哥哥离开餐庄外出打工 但已经返乡度假 感恩节的前一天 他和小弟到附近的山上头部旅行 因为秋天 有时都旗帜警告着森林火灾 所以兄弟俩看到一面旗帜 悬挂在两根电线杆之间 黑底红字写着警防火灾 小弟看到哥哥全时间离家后 回来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 西装笔挺 时髦非凡 所以他想哥哥也使知道奇志所说的内容 于是他便问哥哥 这标志上说的是什么 事实上他哥哥什么也不知道 但既然小弟问他 他觉得必须回答才能保存颜面 于是他环顾四周 因为奇志挂在两根电线杆之间 他便告诉小弟说 标记说的是电线杆 小弟深受感动 称赞哥哥说 哇你太有才了 但不久他们看到了另外一面奇志 这次标志说 警防森林火灾 当然小弟不知所云 因为他是十足的文盲 于是他再问哥哥 这个标志怎么说呢 他哥哥本来是胡编乱造回答小弟 现在小弟又向他提问 他想我该怎么说呢 于是他指出了标志比前面多了两个字 便说了标志说另一根电线杆 小弟再次受感动 他们即使步行 谈乱他们分别后的生活 分享快乐与悲伤的时刻 但他们看到了另外一面奇志 上面说 密切注意森林火灾 于是小弟再次问这幅标志 说这面标志是怎么说的 哥哥想了想 他说还有一根电线杆 他们即使行走 又遇到了另外一面标志 这次的标志说 务必非常当心 森林火灾 所以小弟再问一次 这面奇志又说了什么 哥哥思索一番 他说越来越多的电线杆 小弟再次被哥哥感动 就对哥哥说 你太有才了 我希望你离家的时候带上我 他们即使散步 这次看见的标志自数更多了 上面说道 你刚歇灭的火再看一眼吧 于是小弟再问 这次的标志是怎么说的呢 前面所有的回答都围绕着电线杆 你们认为哥哥这次会怎么说的呢 他说 上面说 这里还有另外一根电线杆 哥哥用这种办法感动他的小弟 在今天的福音全教室当中 使徒人也像我们这个故事中的哥哥一样 即使他们不知道耶稣如何肩负他们的罪孽 但他们仍然盲目的坚持 既然神爱他们 为他们牺牲自己 他们只要信仰耶稣的十字架 就已经得救 但这完全是错误的 你们只有认识标志上面的文字 理解他的意思才会明白 只有当我们已经正确认识了施洗约翰 我们才能正确的理解洗和圣灵的福音 今天我们靠施洗约翰 如何担负这些罪孽 他为何是神的儿子 和他如何肩负我们所有的罪孽 使徒约翰和施洗约翰 不是同一个人 使徒约翰是耶稣的门徒 而施洗约翰是神的使者 人类的代表 亚伦的后代 人类最后一位先知 最后一位大祭司 施洗约翰是被拆来的神的仆人 约翰福音第一章六字七节写道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拆来的 名叫约翰 这人来为要做见证 就是为光做见证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使徒约翰在这里见证 有一位人从神那里拆来 名叫约翰 我们通过他的见证信仰耶稣 没有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七节中的见证 你我怎么能正确的信仰耶稣呢 既然我们从未见过耶稣 我们只有不同的文化 民族和宗教背景 除了知道施洗约翰的形式以外 我们如何能正确信仰耶稣 为我们的救世主呢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罪孽 在什么时候被斩驾给耶稣 如果施洗约翰没有见证 他已经把世人的罪孽 以及我们自己的罪孽 斩驾给耶稣 那么我们怎能信仰耶稣为救世主呢 没有施洗约翰福音的先驱 我们可能信仰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吗 只有当我们检查神拯救之计划的基础时 我们才能真正发现 耶稣基督是不是确实就是我们的救世主 不是吗 只有当我们知道你我的罪孽 在什么时候 如何 通过谁斩驾给耶稣时 我们才会真正信仰他 不是这样吗 这还不够吗 我的信徒朋友们 已经信仰耶稣的基督徒 还必识理解施洗约翰的形式 要做乡村的向导 必识识文认字 让文盲做向的只能招致麻烦 不仅这人陷在麻烦里 整个村庄都会因此遭殃 我的信徒朋友们 只有当你们理解了被神拆来的施洗约翰的形式 你们才能真正从罪孽中得救 你们必须认识到 当你们信仰耶稣 接受和相信耶稣已经成了你们救世主时 你们才能得救 你们的拯救才不会被浪费 当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时 我们用自己的嘴巴见证耶稣 确实已经把我们拯救出了所有的罪孽 因为他爱我们大家 你们同意吗 就像知识对于做任何事情都必不可缺一样 你们必须认识施洗约翰 借着义的道路而来 你们必须认识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一次性担当我们的罪孽 只有那时我们才能信仰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 不是吗? 施洗约翰是神的仆人 他把世人的罪孽斩驾给耶稣 他是旧约时代最后一位大祭司 我们大家应该结合耶稣基督的形式 思考施洗约翰的形式 理解这种内在的关系 下定决心信仰他